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要到了 今年央视的中秋晚会将在孔子湖里山东屈服举行 剧中秋晚会的现场导演顾宇透露 1998年的电视剧《水浒传》中22类演员将会重剧 再次唱起主题歌《好汉歌》 其中就包括宋江的扮演者李雪剑老师 《水浒传》是四大名著中最后一部被改编成电视剧的作品 全剧共四十三集 由张少林指导 1998年1月8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他的故事情节遵循名代作家施奈安的原著小说 是一次较为演起的改编 剧中李雪剑饰演的宋江 周燕芒饰演的林冲 张金生饰演的吴志生 丁海峰饰演的武松 赵小瑞威饰演的李逵 王思义饰演的潘杰连等角色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刘欢演唱的片文曲《好汉歌》 也传遍大江南北 此后《水浒传》也曾被多次重拍 比如2011年剧《热量导演》的版本和2018年的小喜古版 但是1998年的版本依然是最被观众认可的一个 2011年98版《水浒传》的导演和主演 还曾在鲁玉友决节节目中有过一次重剧 但是今年的这次中秋晚会重剧 则是人员的位最齐全的一次 相比也会唤醒不少观众来往的记忆 此外 今年参与中秋晚会的明星阵容将会十分强大 第一批公布的艺人名单有 杨坤 雷嘉 尚文杰 周碧畅 霍尊 哈雪 陈芳元 明镜 周一文 燕尼 杜江 霍 斯燕 唐燕 张凯丽 刘安 王佩宇 熊祖儿 许如云 苏睿 孟平磊 张卫健 赵雅芝 迪玛西 希拉等